中外野手的工作包括像中外野手是詹之遙 那右外野手是蔡建偉 那另外剛剛上場來帶跑的蔣志聰 現在則是呢來接替二壘的守備工作 另外在投手的部分也換人了 換上來的是第四任的投手 球衣背號83號的李峰華 李峰華呢在去年球季表現相當的理想 在數據上面來講呢有十次的中繼點 防衛率是2.83 美局背上野率更是低到只有1.01 意思是說這個他上場投球想要拿分數的話 這個也不容易1.01 每一局的投球當中只讓對方上了一個人之而已 控球啦而且他投的局數也不長 就是一局兩局了 在這個半局落後7分的新龍牛隊 等於是這樣比在最後三個出局數的反攻機會 熱身賽裡面新龍牛隊是也有過這種 在9局第9局演出絕地大逆轉的啦 不過那是熱身賽 現在球技開打了 例行賽已經開打了 各隊在調度的部分 尤其是投手調度的部分 不會像熱身賽那個樣子 維納斯的纏鬥能力還是相當的厲害 今天也已經打過兩支安打 國內的職棒的記錄是最後一局領先5分 還有被逆轉過 但是領先7分還沒有 你看這個球又安打了 中間方向的安打 維納斯個人這場比賽第三支的安打 今天新龍牛隊友 一共有三位選手可以領到蒙達上 包括維納斯 鄭教航 還有林毅全 對不起 應該是只有維納斯跟鄭教航而已 這個球稍微高一點 這個只有投手有機會 在9局上敗新龍牛隊的攻勢 現在5分出去 獵包上有跑者 輪到打者則是第四棒的森林王子張泰山 泰山今天曾經打過一個 左邊方向的飛球 不過被封給出來了 1 2 3 3 4 這個球碰成了一個中間方向的飛球 掉在中外野手的前面 一壘上的維納斯現在已經要衝三壘了 好壘很有技巧 打出去以後靠近二壘壘包以後 發現是已經提早落地了 加速來到三壘 九局上敗牛隊的攻勢 現在出現了無人出局 一三壘上有跑者的大好機會 這就是今年牛隊的一個特色 八九兩局是對他們來講是特別好看 加速喔 一個很有經驗的選手 場邊的雙隊夠穿幾十五 這個左邊方向的飛球 出來一手向後退 向後退這個球打拳打牆上 敲出來打的是謝嘉賢 現在一分回來 原本在一壘上的張泰山上到了三壘 謝嘉賢上到了二壘 這是一支帶有一分打點的二壘安打 新龍牛隊在九局上半 太危險全部敲出安打 換回了一分 可怕啦 這就是今年新龍牛隊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賣點 這支安打的出現 藍牛熊隊宏宇宙總教練 又坐不住了 反向攻擊 謝嘉賢這個飛球真的如果不是逆風的話 不會出現 嗯 那李豐華其實在熱身賽當中喔 就帳面上的成績來看的話 可能不是很好 因為他的防禦率是4.50 這是他在熱身賽的一個表現 球比較不會跑 控球率還是有 這球比較不好 西龍牛隊九局上半 三四五棒 中心打線的 通通翹出安打 尤其是謝嘉賢這支場打呢 幫助球隊攻下了一分 把比數追到六比十二 同時呢 現在是無人出局 二三壘下還有跑者 輪到的打者呢 是今天已經領到猛打賞的 好啦 進兆航 新龍牛隊喔 就是在 打線的部分啦 今天也 也已經擋到六分了 這分能力不用懷疑啦 就是 頭手的部分 尤其是 羊頭手羊匠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種 一局爆 要盡量的避免 像今天這種比賽的話 第一局又掉八分的話 要追真的很辛苦 這些野手 事實上 感覺起來 串聯還不是很順的時候 已經能夠得六分 但也有可能得到 第七分 或是第八分 那說明說 頭手的部分 能夠調整回來的話 這位球隊就 等著贏球 打擊達浪 目前是一好球兩敗球 那場邊其實 藍綠熊隊這邊牛棚 不要忘記他們還有 救援王飛棚 就是有終結者的好處 需要的時候 飛棚也要上來了 左邊方向拉得很快 出了界外 拉得太快 腰旋轉的角度太大 這個球已經帶到了 拉到這邊 所以這個球 很明顯的是一個界外 打完之後 讓自己也知道 拉得太快了 球速變成兩好球 兩敗球 新龍牛隊在九局上班的反攻 外角的變化球 讓棒子有忍住 這個球顯得很好 這個球要忍住不容易 因為這個引右球 是投手很成功 從出手到 打者在看的這個位置 都是好球 但是你要擊球的那個瞬間 他會打出去 雖然一壘是空著的 但下一棒是林毅拳 對 他會被我 被我鬥救 許偉應該也做到不退了吧 這個環球 都壞掉很好 所以有的時候 你打不好的球 你可以考慮的是 用破壞的方式 把它碰成界外球 不一定要打到場內 規顧就是必須的 你在練習打球的時候 有的時候 也要訓練這樣的能力 還是分了後方的插放界外 這球有點失頭了 所以說是打者的機會 沒有掌握好 要投一個卡特球 有點跑到棚中的位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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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鋒華應該是 鄭照航在文化大學時期的學長 文化大學的校友對決 結果還是界外 李鋒華應該是大個兩屆左右 李鋒華應該也是 民國六十四年六十五年 三十四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不過如果選手 平常在做訓練 做保養的話 其實也許 年齡不是問題 重點是你的 實際的運動年齡的問題 對 這個球撈起來 打成一個中外野方向的飛球 看到詹姬瑤快步移動過來 就定位 唉唷 這個球接得有點驚險 分數有了 這個球距離也夠了 所以他的處理的態度也是對的 接到球就往三壘傳 剛剛之所以說 這個球接得有點驚險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左外野手也跑過來了 然後看到左外野手好像沒有要讓 最後一刻了 還是選擇讓開來 對 人家在那裡 嚇到那裡都要做好 這扮來沒問題 這個球差那麼多了 重點要去撞這個球 比較不合理 因為這種球是中外野的球 好 藍論雄隊更換投手 我們要先請全員朋友休息一下 再回到成金舞報牛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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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